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的一期零度玩乐服翻卖片,我是零度 相信各位观众一点开这个视频就可以看到我手上这把发射器 但是今天这期视频要介绍发射器呢,既是它又不完全是它 是这一把 各位看到这个熟悉的包装风格和封面上写的这一串英文 大概都应该猜到是什么发射器了 这一把就是传说中的住宿壁虎,现在它在国内还算是挺热门的 我的讨论群基本每天都有人在讨论这把发射器 这里我做一个小科普,这把发射器的原型是出自某个赛博朋克2077的游戏里面的 国外的某个nerv玩家就把它改成了这个软弹发射器 里面的一些内构还有小细节都是它亲手设计的 但是现在我们手上的这个住宿版本呢是完全没有授权的 也就是借过来卖的 不过本期视频的话先把这个版权问题放一边啦 我们现在就以这个玩具的角度来看一下这把发射器到底表现如何吧 先把它这个弹侠拿出来吧 我买的是两个弹侠的版本啊 先来看一下这把发射器的外观吧 我买的这把住宿壁虎呢是一个黑白配色的版本 如果是很容易出手汗的朋友呢是真的不太建议购买这个白色的版本啊 因为是真的太不耐脏了 这一个外观方面呢和原版3D打印的壁虎不能说是很像啊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虽然说它们的外形很像啊 但是这个住宿版本呢在结构上还是做了一些改动的 就比如说原版3D打印的前后盒下身呢 在这个住宿版本就改成了左右盒 毕竟这样做呢更简单而且更省这个成本 虽然说住宿的这个外观呢更光滑更好看 但是它中间左右盒的这一条缝 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忍得了啊 好的关于它这个外观方面呢就讲到这里了 这把住宿壁虎的上手感觉呢跟原版是差不多的 大概称了一下它这个重量啊 有404克左右 会比另一个廉价版的犀牛呢重一点点 但是它们的用料都挺足的 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至于这个原版的3D打印壁虎呢 完全就是看到的耗材跟这个打印的密度 我手上的这一把某越加的也做得不错啊 大概有426克左右 对了这里顺便说一下它配套的这一个弹匣吧 发射器原厂标配的这个弹匣呢 是可以容纳八发软弹的 实际上你塞9克也是可以的 这一个弹匣呢甚至还是可以兼容3D打印版的壁虎啊 不过它住宿版的这个发射器呢 是无法兼容工匠的弹匣的 这个厂商呢是真的挺霸道的 卖弹匣的利润呢也不放过 然后呢再顺便说一下它这个弹匣释放的设计 它这一个弹匣释放呢是一个单面释放 右手使用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左撇子的话呢 那就可能有点难受了 这一个单面释放呢其实还是有好处的 比如说像犀牛那样双面释放的话呢 就很容易误触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它这个上膛和激发的方式 其实目前市面上的三种壁虎呢 虽然说它的发射模式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一个上膛呢却是每一把都有不一样的特色啊 就比如说我现在手上这一把 这一把住宿壁虎的特色呢就是它这个上膛啊是自带回弹的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也是可以把这个弹环给拆了 不过这一个住宿板呢却把原版的某个功能给删减掉了 大家在拿到这个住宿壁虎的时候一定很好奇啊 中间这一个翘翘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这一个翘翘板呢其实在原版里面呢是一个上膛锁啊 而且还可以防止这个重复上膛 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功能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住宿板就是要把它给简化掉了 然而有一点比较有趣的是 第三把壁虎发射器也就是这个犀牛 它居然保留了这个上膛锁的功能 你不拉动前面的这个滑块呢是绝对无法上膛的 不过犀牛呢它是把这个翘翘板给去掉了 以另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个上膛锁功能 另外再说一下啊 这三把发射器呢由于发射的结构跟功能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三把都是可以连路的 只要你扣住这个扳机不放 不动的入动这个滑块就可以了 好的那么最后也是国际惯例啊 说一下它们性能方面的表现 首先先来说一下这个初速啊 原厂的这个住宿壁虎呢 估计是厂商把它的初速给限制了一下 初速的表现呢在20左右 甚至呢都没有六七十块钱的犀牛膏 犀牛原厂的这一波是真的银麻了 至于说这个原版的3D打印地虎呢 初速的话大概在40左右啊 毕竟这个3D打印版呢是属于成品 一般如果找人去定制的话呢 都是调好给你的 好的然后再说一下它这个弹道表现啊 三把发射器呢在10米内这个上把率都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你要说谁更好的话呢 那肯定是调试好的壁虎更好了 再说一下它这个改装方面的问题吧 这三把壁虎的上限呢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要重点批评一下这个住宿壁虎啊 它的这一个三通呢居然是左右合的 这一个亲密性呢肯定也是大打折扣啊 如果说你打算或者已经购买了这一款住宿壁虎的朋友 记得要优化一下这里哦 还有一点小毛病呢要额外提一下 就是它这个扳机这里 现在也是很多人在反应啊 这个扳机呢会被前面这个龙门释放给卡住 关于这一个问题呢 厂商现在好像也在计划修复它 如果你买到了这个卡顿的版本呢 那也只有自己动手了 好的这一把住宿壁虎呢就介绍到这里了 作为一款100多块钱左右的发射器呢 它的性价比确实还是不错 但是前提你要忍受得了这些所有的小毛病 你们到底是喜欢原版的3D打印壁虎呢 还是说这个住宿壁虎呢 可以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面 最后的最后呢我再声明一点啊 大家有条件呢尽量要去支持这个正版啊 支持原创我们才能玩到更多优秀的发射器 那么好的这里是零度魔玩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帮我帮你赞谢谢啊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